最後要講的影響因素叫做催化劑 催化劑要注意它有做什麼、沒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催化劑會改變我們整個反應的過程 因此改變了造成有效碰撞所需要的能量 細節高中才會交 所以可以改變反應速率 理論上催化劑可以變快或者是變慢我們的反應速率 不過我們國中教也通通是變快 都是加速我們的反應的速度、加反應速度的 然後催化劑有做什麼、沒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催化劑有參加化學反應 它有參與其中 所以才可以改變反應的過程 但是反應前後沒有改變自己 雙氧水分解加二氧化膜當催化劑 原先二氧化膜放了五公克 實驗主要代化膜還是五公克 所以催化劑有參加化學反應 但是沒有改變自己 催化劑可以改變反應速率 但是不能改變反應結果 或者是不能改變化學平衡 這一個杯子的雙氧水 最後分解之後可以產生十公克氧氣 加了催化劑還是十公克 每一家催化劑也是十公克 量不會變多也不會變少 所以它可以改變反應的快慢 但是不可以改變反應的結果 無法增加或減少產量 也不會使不會發生反應的變成 會發生反應 後面有個影片會講跟我類似的話就做 我說催化劑很像美人婆 跟男方講一講女方多麼好 跟女方講一講男方多麼棒 然後臭文這兩個人可以送座堆 他有參與其中有參加化學反應 沒有改變自己 人家送座堆送入共同 他還是沒人婆 他不會變成新娘也不會變成新娘 他就變成比較沒人婆了 所以有參加化學反應 但是不能夠沒有改變自己 可以改變反應快慢 如果你沒有在中間講一講的話 他們兩個可能很難在一起 現在跟你講一講就很快在一起了 改變了反應速率 但是不能夠改變化學平衡 你怎麼樣去跟我說 要我去喜歡上台北精神武 怎麼講都是不可能的 這叫做不會使不安反應的變成 會發生反應 不會改變化學平衡 OK 這有一個催化劑的影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天后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規劃 請大家講解的規劃 今天規劃劑是拿來加快 反應速度欲 在講解小細春話的幾個欲 作為欲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談談 但是在學過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呢 你可能在跟 女人婆 小朋友啊 跟你們聊天的時候 你默默的知道 我喜歡小美 你為什麼跟小美講 接下來呢 可能你又再跟這個 女人聊天的時候 不然可以聊到 欸我跟妳說 請書都出來想 欸你不能跟小明講喔 好吧 當妳這時候 你知道了 他們兩個不下去要彼此 那他們兩個可能互相不知道 我是一個 這文獎是七個朋友 我當然要促使他們兩個 能夠在一起來 於是我就偷偷的 我會講喔 像這個小美哥說 她喜歡你 那接下來 我還會跟小美講 欸我跟妳講喔 你知道嗎 那個三隻小女孩 都敢發起來喜歡你耶 不是 接下來我做的 我現在他們兩個 互相知道 彼此的愛情對方 他才會是男性 但是這個過程中呢 但是他們兩個 愛情的變化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當時沒有 欸你這個角色 你沒有去 告訴一個男生 女生喜歡你 你也沒有去告訴一個女生 男生喜歡他 他們兩個不會這麼快 在一起啊 就是說你習上你家 做的這段愛情的難度 就是 愛與春話劇的故事 一次 我就已經學會春話劇 學會 那一位同學 跟我說 那是三個回 我剛才不是 補充完一段 愛與春話劇的故事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究竟這個愛與春話劇的故事 為什麼讓大家 學會春話劇 好首先 春話劇呢 看到我講到 有參加反應 但是沒有改變的事情 他參與 活化的人高中才會教 就是他為什麼可以變快的原因 在反復過程中 所在進一道的事項 好接下來 黃字呢 你看我跟大家解釋 我對黃字什麼意思 那我們現在看看 他到底有幾個關係 第一個 他加速反應的進行 我想一下這種書 他讓這個小明跟小美 兩個人更快的在一起了 但是呢 這邊要記得住一件事情 春話劇它不會使原本 不發生反應 所以我不會愛上 台北精神武 所以我不會愛上台北精神武 他跟小明說 我跟你講 老鼠喜歡你 你不覺得小明會跟老鼠在一起嗎 我相信不會啦 他原本都不會在一起 最後怎麼會在一起呢 好 接下來第二個呢 他叫做參與化學反應 去改變反應的路徑 什麼意思 原本小明跟小美 他們需要透過自己的 這種互相摸抖... 互相保衝 又快又忘記在裡面 做彩款現像劉盜牌 然後也好好服務 一直就在一起 但現在不用了 現在 你改變了 他們之前反應路徑 他們先去找你 好然後呢 說他告訴你說 我小明想喜歡你 接下來呢 你要再去找這個女生 跟他取 song 小紅器之 mob 去顆 hak 我們兩個在一起 他們兩個去反應 就現在他們先跟ий 之後再互相反應 然後改變反應歸 接下來是下一個 反應前後我相信你在他們兩個在一起前 以及在一起後 我相信你的體重應該就不會變 不會因為他們兩個在一起就是你無非 他們是不是都會變成這樣 反應前後其量我可以想好也都增加 好那接下來最後一點就是 他是降低國化人結帳環的帳號 什麼意思呢 原本他們兩個人應該有喜歡過人經驗 如果沒有的話你再試試看喜歡小朋友 然後喜歡的經驗是能夠想要試試看 你這個時候就一點點的困難 因為你可能需要克服的一些年齡情報在哪裡 對 這樣會不會被打槍有敗 我們就出發出發的一個角色 你先不用直接哥哥講 你可以先透過他然後再跟他講 然後他也可以透過他再跟他講 這時候是不是就離譜直接到面跟他講 你來一個再來小一點點 所以他不得這樣一百日後 有國化人 所以祝大家有請幫大家同志玩 剛剛這段愛你最外經的故事 是不是把這幾個概念完全的描述得很清楚呢 所以大家記得喔 我們的最外經是用來降低國化人的進行 接下來他在過程中會參與化學的反應 反應前後不會被消耗 接下來他能夠使反應 故意將壞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去降低國化人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叫做 不會使原本不反應的反應發生反應喔 好我們今天真的到此結束 我們下集再見囉 OK 有一種題目是 寫一堆化學士反應士 然後問你說誰是催化劑 這個反應有C C是反應物 最後產物產出那個C 所以C在裡面 可是C還是C 那他就叫做什麼 催化劑 下一個是要背 下一個是要背 誰叫做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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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國法自然也學過了 誰叫做化劑 誰叫做化劑 這才教過的 三年才教過的 鐵本 下面一個算是沒有教過的 要背 主化反應用濃流三張做化劑 下一個也沒有教過要背的 尿素 假像素 只用濃流三張催化劑 這樣 這是我們國中有學過的催化劑 請把它背起來 還有一個生物叫過的 生物叫做化劑 用酵素當作催化劑 叫做催化劑 好 所以請你把這幾個玩意兒 當作催化劑 叫把它背起來 一 催化劑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二 這些反應的催化劑 把它記好 背下來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催化劑的部分 OK